2018与额比不足100天,接下来你最想做什么事,文虎小胖突网络,不知不觉,已经9月25号,这就意味着距离2018年结束,只剩下不足100天,整整365天的额度有所剩无几。 2018年,大概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年份,先是考研失败,写文被骂了三个月,心态濒临崩溃,接着是假期出去玩,男朋友不满,和我大吵大闹,五年异地恋走下来的感情岌岌可危。 6月,因为种种原因,曾经说好共白头的浅男友,还是成了末路。 6月底,去了一趟云南,看到了美丽的沧山而海,感受了四季如春的昆明风光。 7月,我一个人去了新的城市,想换个环境,母亲强烈反对,甚至不惜爵士相逼。 7月底,找到了人生第一份工作,每天加班到凌晨,却在半个月后果断辞职,总觉得再尬下去,眼睛要瞎,同时前男友所要分手费,甚至扬言要报复母亲,分手时都没有得伤心。 7月,请客袭来,一个人在地铁站哭得像个傻子,嘴中扔出了自己的工资破产免费,开始专心马自写故事。 9月写了和前男友的故事,被骂渣女,流言众多,才发现原来世界上渣男那么多,如今散散这一年来,好像什么事都没做好,所以接下来的时间,我想做好下面几件事。 第一,每天马自,读书,做一个合格的,第二,坚持锻炼,在过年前扔掉五斤肉肉。 第三,学习手绘,闲暇时可以画画。 第四,一周去一个地方,看看新城市的风景。 第五,给自己的心留住世间,做一个心有阳光的女孩。 我希望在这一年结束时,自己可以变成更好的人。 不知道小可爱们想做什么呢? 是出去旅游还是吃好吃的? 是谈恋爱还是生孩子呢? 欢迎留言哦,有什么困惑也可以给我留言哦,每一条我都会愿意看到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谢谢大家,谢谢大家。